有缘人,你终于来了,以下内容是一位觉悟者的修行感悟,仅供参考,你此生的意义,不只是为了追逐事业的成功,财富的丰盛,家庭的美满,你来到这段生命旅程,还有更重要的意图,只是你早已遗忘,我们总是在追逐这世俗标准当中一切美好的东西,我们总是在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着。 我们总以为拥有这些,我们就能够一直快乐,可当你真正拥有你梦寐以求的东西的时候,你的快乐值就会慢慢减退,你又开始陷入自我怀疑之中,就好比你很喜欢一个姑娘,当你真正跟她在一起以后,可能你的热情和快乐就会一点点消退,其实,向外拼命追求完美并不能让我们一直快乐,那也不是我们真正的意图, 我们来到这个地球,就是为了体验,通过体验,去获得内在的提升,你所执着的一切,最终都无法带走,你唯一能带走的,就只是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的感受。 所以,活在当下,按照自己内心的指引,如是体验你生命当中的一切,才是最好的活法。 除此之外,我们灵魂还有一个更高的意图,那就是觉醒。 能获得人生去修行,去完成自我的觉醒,那是非常大的福报,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每一个当下的体验,去回归我们圆满剧足的自信。 你的痛苦经历,不仅仅只是为了让你痛苦的,它们的出现,最重要的是唤醒你内在圆满剧足的智慧。 如果逆境不出现,你根本就无法触碰到生命的真相。 所以,不管你正在经历着什么,请接纳慈悲它吧,把它当成觉醒的电教师。 它们会帮助你完成你此生最重要的意图。 人生只是体验而已,还有什么好执着的呢? 想体验什么,就去体验什么,与其把你的生命都耗费在怨恨恼怒上。 不如向内看,完成自我的觉醒吧。 祝福你!